好大一个 大家好,我是Elena 这一期我们来聊 种萝卜 分为什么要种和怎么种 我想拔萝卜很多人都喜欢 很好玩的 这也是我种它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 自己家种的特别的甜 现在就刚刚摘下来的萝卜 一点点那种奇怪的味道都没有的 削了皮就这样当水果一样啃着吃 梦化过的萝卜特别甜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种 分这个七点讲一讲 有兴趣的农友可以截屏 那我通过我的种植日记 我们来聊这个七个方面 9月17号的时候 我下了萝卜苗 因为秋菜在那个时候一定要剥了 不然的话如果你晚于 十月份种的萝卜 它上心的很厉害 可能还没有长萝卜 它就上心了 未必能够吃得上 像9月中旬 还是来得及的在我们种植区酒壁 大家根据当地的气候去调整 如果你在北加州湾区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 9月中育苗 大家记下 那它需要充足的阳光 所以我们得给它选在比较好的地儿 像我家后院就不行 要前院 那土壤呢 pH自6到6.8 生根 加入有机肥 松软的这种土最好 播种呢 我们老是直播 但是因为我的地还没腾出来 所以我是育苗的 其实你最好拿大一点的育苗盒 这样呢 不太容易伤根 如果萝卜移栽的时候 伤到了它的根 可能咱就吃不掉萝卜 咱们只有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根 这个是一个很多人喜欢直播 直播的话 拆浅浅的勾 直接给它埋进去 不要埋太深 土稍微松软一点 一般都能够长得挺好的 你可以加入好一点的底肥 那萝卜能长得更大一些 在以后育苗一个月以后 这些苗都出来了 我手里拿的这个不是萝卜苗 萝卜苗是我后面的这个 那怎么说呢 因为9月份的温度很高 到10月中 它的生长速度时 这一个月是长非常快的 发芽速度也很快 别说萝卜了 连瓜都长得巨块无比 那我们萝卜可以在这一个差不多带 你看你的盆里的土有多少 不要超过一个半月 不然的话 你如果太大 它的根长得太满了 它的根如果穿出底下 那可能会上 移栽的时候会伤根 像比如说这样的盆 其实是对它来讲是比较好的 我当时育的时候育小了 那我偷懒 因为我想说种的品种比较多 方便一点 其实这样的尺寸的盆会更加好一点 那我们播种完了以后就下地了 下地我因为偷懒 所以我是播种后五周下地的 迟了一周 那个周有事 但是大家看下地三周以后已经长这么大了 下地以后就长得很快很快 因为温度还可以 十月中旬嘛 到了十一月六号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萝卜苗已经这么大了 那个时候其实吃 尤其是萝卜苗 这个时候是很嫩的 这边呢 因为经常有动物来挖动 有一颗萝卜被卷出来了 像这几颗没有被挖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没 它都长高了 一大截的那个萝卜底下红色的那个根筋 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给它盖 十一月底的时候 我给它盖了木去保暖 到十二月十二号 也就是我们疫苗开始三个月收了 这个今年雨水很多 我其实中了没有浇过水 通常的话如果你的地方比较干 要给它保湿 也不要让它烙倒 不然这个根会烂掉 我感觉浇水保持一个涂卵的 深温度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种雨季就随便地里长好了 这个是我喜欢种冬菜的原因 那萝卜有些大一点 有些小一点 如果你想要它长得大一点 当它长出地面 突出来的时候 你给它埋埋埋埋土 你埋的越多 它能够长得越高 我现在要拔掉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日野温差特别的大 我要把它拔掉 不然的话就上心是一个那个问题 像这种白萝卜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最好吃的 比如说像这颗 这颗是什么玫瑰萝卜 红的 也是一个在美国买的一个种子 是根本美国的品种 它已经其实已经上心了 所以必须要给它拔掉了 但是呢 旁边有几颗还没有上心的 那底下拿出来 它又不是太大 萝卜要在它开花上心之前要收掉 不然的话就老 其实如果最好的状态是 它外面表皮那里 没有那层太厚的筋膜 这个时候皮刮掉非常好吃 品种 我是品种控嘛 所以我种过很多品种了 但是呢 现在种下来吧 觉得吧 它担出体面来 地面来很多 高了很多对吧 如果你能厚厚去 或者土盖上去 它还能长得更大一些 像这样的话 其实大小还是不够一点的 但这个品种本身 也不是特别大的品种啊 我这个土的沟厚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尽量给它厚一点的土吧 下地之后给它施个磷甲肥 大概两周三周 我也懒了 没怎么弄 管理商很简单 除一下杂草 我还做了一个木屑 盖木屑 感恩节的时候 给它保温 这样呢 可以让它长得快一点 像这个 它有一点开裂 我可能跟我浇的水 还有营养也有问题 所以如果我能够追个肥 会好一点 我吐蓝 因为我冬天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养地 所以冬菜 我并没有那么上心 我是为了春秋 我是为了那个下菜 春夏种番茄啦 那些非常需要 营养高的东西的 冬天是 我是重点是在养地上面的 侧重点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要它的根长得厚 长得好 一定要让它吐肥 吐软 吐厚 偶尔会有毛毛虫 专心虫 我没有碰到 我朋友说 有 这个就抓掉就好了 我觉得冬天还好 收获 我这次是80天左右 三个月不到一点 那理论上讲 它是根据它的品种来讲 是有早熟 60天 也有90天 咀嚼于你的品种 和你当地的气候 这个要根据自己家的情况 灵活掌握 但是我这里两个月拔出来 绝对是还不能吃的 很小的 三个月80天左右 是差不多的 我现在觉得 最重要的是新鲜度 而不是那个品种 对我来讲 你新鲜的萝卜 你这么啃一啃 包了皮洗一洗 真的是非常好吃 萝卜是冬天挺值得种的 大家都可以玩一下 谢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